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選手準備 我們現在場上進行的是 複合宮女子個人的金牌戰 第一把位是台北市立大學的王綠雲 第二把位是我們的國立體育大學的劉淑婷 現在先行發射的是我們第一把位的王綠雲 選手 眼神非常銳利 第一件來自一點鐘方向的七分鍵 沒錯 那我們緊接化我們的劉淑婷 劉淑婷呢 是我們10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的保持紀錄 紀錄保持人 十分 漂亮的十分鍵 那我們劉淑婷呢 在 十分鍵 全大運射箭 和 複合宮 團體 也拿下了 紀錄保持 分別是楊天苑 劉淑婷 林明鏡 拿下232分 在109的全大運的時候 好 來 再來校準 瞄準器 來 看這個失誤到底是在哪裡 八分 是因為縫向嗎 王綠雲射出一隻八分鍵 有一點 微笑 有書庭 也是一個八分鍵 那這樣子加重起來 對 只相差一分 現在天氣非常嚴熱 教練拿冰袋 放在俗亭 有俗亭全手的頭上 大家 降溫的動作 不然真的太嚴熱 真的是 一個不小心沒有補充 就很容易中暑啊 雙方也都是拿著冰袋放在頭上 來 放在俗亭 冰鎮一下自己 哇 這個天氣真的是很想要 直接跳進海裡面游泳 越接近中午 越考驗選手的體力啊 那個專注度 還有那個 旁邊上發的熱氣 真的是會影響到選手的表現 那這現在是金牌戰 所以任何一位選手都附可以有任何的失誤 以免就錯失了這個金牌 哇 從這樣 從排名賽這樣一路打到對抗賽 打到金牌戰 哇 真的也是相當的辛苦 好 先行發者是王綠宇 王綠宇 剛剛 第一回合結束是25分 總分是25分 現在王綠宇的拉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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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出了一隻 十分 壓線的十分劍 哇 十分劍 把子上面太多坑坑洞洞了 真的是很難評斷是否有壓線沒壓線 哦 壓線的九分 九分 哇 游舒婷來一隻九分劍 一個九點九的方向 現在總頭頭目前是平手 又是平手 十分 哇 這個就比剛剛來得更看得清楚了 完整就是十分 沒有疑慮 十分 十分 哇 來六點十的方向 兩方也都是來自體育大學的選手 一位來自北市大 一位來自國體大 六分 哇 不小心射出了一隻六分劍 啊 有點小失誤了 有點驚嚇到 對 哇 這一劍射出了 九 十分 十分 好 才會判十分 這個有壓線 有壓線 還要再等把錢的確認 現在目前總統頭是來到了 五十一比五十五 由我們的國體大 劉淑婷暫時領先四分 那我們後面還有一段還有三個回合 我們後面還有一段還有三個回合 好 結果把以前裁判確認 成績加軸 第一把武力於五十一分 第二把流速疊五十五分 還是由柳州提供暫時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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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雙方選手 都 都 在炎熱的天氣下 都在炎熱的天氣下 調整最佳的狀態 調整最佳的狀態 來為自己 來為自己 爭奪 復合共與自己個人的金牌 那 我想 請問一下賽評 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呢 是 如果是 如果是你會以金牌為 前 而為重點 還是你自己表現好為重點 呃 在比賽上面 先以牌為重點 然後再一次個人的成績 或是全國紀錄 或是世界紀錄 來去定這個標準 果然是相當大的有自信 身為運動員 就是 自信是 你自信是一定要的 對 對 但 之後的表現 也會相當的 相當的 自信總比沒自信 對 對啦 這樣子簡單來講 9分 那我們現在看到 王綠宇 第一箭是10分 第二箭是9分 那我們的劉鎖平 第二支箭 十分 哇 十分 兩支都是十分 比出來到了 七十五比七十 哇 居然有點小差距咯 我們王綠宇是否穩住正角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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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十分 十分 來到我們劉書廳 九分 九分 哇 也是非常穩定的水準 狀態也是非常的穩定 哇 現在看到我們的教練真的是很忙啊 選手一比完 除了換弓箭以外 還要為選手放零附帶 現在 現在的教練 相當的用心啊 真的是辛苦 也要跟著選手一起曬太陽 小心掉下來了 有 現在的教練 真的是 現在教練 真的是 非常的幸福 所以選手們一定要好好的 謝謝教練的陪伴 教練就像第二個爸媽 來照顧自己 彼此之間要很有信任 那我想問一下賽斌 就是因為你 你好像是高中才開始接觸射箭 對沒錯 那高中之前有接觸過什麼樣的運動項目嗎 我本身是 直排輪選手 那為什麼會高中突然想要轉戰射箭 因為當初 我家人 讓我有接觸到射箭 然後發覺蠻有興趣的 再加上高中 也不知道去讀哪裡 直排輪選手 就去考考看射箭的學校 然後沒想到 意外的考上 在高中也非常認真練習 九分 非常辛苦認真練習 最終大學還考上了國立體育大學 的射箭隊 這個是相當的不錯 然後我們現在 常常 剛剛王綠營射出了一支 九分劍 來到我們劉淑婷 一個甩弓 八分 剛剛好像有一點 稍微跑掉了一下 那個甩弓想彼補一下 他的力量失誤 哇這樣一個失誤一看就看得出來 然後 劍當然射了歪了就很明顯 九分 王綠營現在是兩支九分劍 有舒婷 馬上調整 十分 哇漂亮的十分 果然是我們全中運的 保持 紀錄保持人啊 十分 好 王綠馬上有十分 十分 九分 欸 是九分 九或十分 好 我們等一下再經過裁判 好裁判判定九分 分組紀錄表上面是 目前是寫九分 那我們等一下裁判 還是會經過 最直系的 標準 來去看這件是否是 九分還是十分 像我們在判定這種狀況的話 會拿放大進來 針對那一支劍做 有沒有壓線的這種 所以只要有一點點腳腳壓到線都算高分吧 沒錯 好 好 就把錢查辦確認 成績加總 王綠雲 108分 劉淑婷 112分 我們隨即要進行 最後一門 來到了108分 第112分 由我們的劉淑婷目前暫時領先四分 那我們剛剛這樣看下來 剛剛那一支九分劍應該是 壓到線了 十分劍 沒錯 好 那我們現在由我們的 王綠 先行發射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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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 好 我們現在是要第五回合 哇 這分數還是相當的近 十分 九分 九分 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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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得非常的穩定 保持得非常的穩定 那我們現在相差的是相差三分 五分 五分 十分 又是一支十分劍啊 哇 在最後一個回合 表現得相當的穩定 好 劉淑婷 哇 太刺激了 八分 八分 哇 現在比數 總頭頭 只差了一分啊 劉淑婷有點 Hold不住 Hold不住的感覺喔 黃綠云 黃綠云 喔 三支十分 哇 相當穩定 在這一個回合 那現在壓力都來到 劉淑婷身上了 第三支十分 三十分 作為總結 那我們就看最後一把劉淑婷 是否會自己搶一下金牌 哇 三 二 哇 十分 果然穩住正角啊 精彩拿下了這一場比賽 金牌 還是由我們的 國立體育大學劉淑婷獲 有一分的差距 真的是相當的精彩 那我們請我們的賽評來講解一下 這一場也是要用最後一支劍來決定勝負的比賽 那說真的非常精彩 就是剛剛有講到先射跟後射的那個感覺 就是如果人家先射就有一個分數的壓力 如果人家射很低的話 可能射六分 射七分 那你可能就會大一 但是 有這種情況出現的話 那你可能這支劍也有可能會四十五間 對 對 然後如果對方是十分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相當緊張 對 剛剛真的 真的是到了最後一支劍 才分出了這一場的勝負 那我們在這裡恭喜我們的 國立體育大學的劉淑婷獲得复合公 公開女子組個人賽的金牌 那我們也恭喜台北市立大學的王綠云獲得銀牌 雙方真的給我們一個太精彩的一場比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